这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看到这宜兰县的东山乡 这个地方结合了大自然景观跟休闲农场的民宿 十年前他们刚创立的时候 因为老板夫妇对于电脑其实一窍不通 所以当时他们委托了电脑公司代为行销 不过在这样的合作模式之下 反而让民宿经营的有点绑手绑脚 直到了2008年 在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辅导之下 老板娘不仅学会了怎么用电脑 还可以架构网站 而且直接在上面来修照片 等短三个月之内 淡季的来客量增加了一成 这也使得本来乏人问津的露营车 在经过了照片PO上了网站之后 现在意外成为了宜兰民宿的当红炸子鸡 古朴小木屋坐落在翠绿山林中 幽美景色尽收眼底 丰富的自然生态 不时还可以看得到 蜻蜓悠灾的缓慢飞行 十年前这个宛若世外桃源的民宿 还是间简陋就囊涉 原是幼农的老板重新将田地整顿 打造成休闲农场 当时为了增加曝光率 老板将民宿行销 全部都交由网络公司规划 我们的知名度不是很够的时候 都是靠网络公司在推销的 然后网站是一定 就是在行销部分占很重要的部分 你要先有第一批客人 然后才有你做得很好 然后才有口尾相传这个后续的 虽然网络行销替民宿带来使着效益 但是碍于自己和太太不会使用电脑 对于网站架构的内容无法及时修改 在经营上显得防守防角 为了弥补不足 夫妻党决定兵分二路 第一步就是先让老板娘学电脑 我经济部都有餐厅 之前温柔都不会大 还有打字真的是很慢 后来又经济部想说做网页 那些玩软体 那个就比较困难 就比较困难 对人家修相片 你要懂得去怎么去把它美化 课余时间老板娘都会待在家里 摸索复杂的修图软体 常常练习到忘了时间 老板娘说很庆幸经济部 中小企业处的辅导 让原本对电脑一窍不通的她 短时间内就成为修图高手 再也不用依赖我们公司 考自己也能达到行销效果 当然我们比较幸运说 也不是都我们特别会来 就是说我们刚好接受舞蹈 那可能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机会 要说学习也落实到 不管是鸟屋 民宿回廊 还是难得一见的八色鸟 在老板的镜头下 全部都真实重现 加上老板娘鬼斧神功的修图技巧 让每张照片充满吸引力 而且触动人心 让游客只要用一根手指 就可以点阅观赏宜兰东山乡的自然生态 为了让民宿王爷更吸引游客目光 增加点阅率 夫妻俩经常一同上网讨论 观察别人的网站 但是却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 对于自家网页 求好心切的夫妻俩 常常因为无法达成共识 产生不少口角与真直 不过这种要求完美的态度 也成功打响之一度 民宿的来客量 像光是在非假日的淡季 短短三个月内就成长一程 我们没有依赖网顾公司 其实我们也不会说电话 行物的电话也没有比较少 有成长 尤其今年暑假 包括暑假过后到现在 现在算是休闲夜的淡季 但是我们在假日上 都还是OK的 豪华内装 影剧全 超有孤的露营车 不用在野外打地库 也能体验露营氛围 老板08年7月引进的露营车 原本乏人问津 是因为贴在网路上的照片 意外成了民宿的当红炸机 几乎就是从那个铺上完以后 就开始就一直有人住 所以这个网路真的是太厉害了 以前这个东西新传品 一定要广告一段时间 它算是广告效果最明显的一个 另外一个询问度狂增的 就是这个用牛樟墓做成的风炉 大家可以围着取暖 多贴农醇咖啡化家常 不少游客从着他而来 只为重温而使的记忆 有一些老人家 他以前有童年的记忆 是有这个东西 那现在年轻人 有的不晓得有这个东西 那他有一些长辈会带小孩来看 然后会感受一下 那些乡下人冬天的时候 就怎么样 就是在这边聊天的感觉 这样子 尽管樱花过程辛苦 但世界有网络行销 让这座结合大自然观景 和休闲农场的民宿 透过网络 让更多游客可以看得到 宜兰的好山好水